哈喽 大家好 我是莲华 每天在华香北批划市场给大家挑选精品二手机 这个是帮忽兰的一个兄弟 安排的一台12mini 128机 电池效率是88 橙色的话是一个亮机的状态 今天的拿好价是1800 不过这个是一个美版黑解的机器 是不能还原刷机的 在我手上是一台国航双卡的13permax一体版 橙色的话是一个小花机 电池效率还有93 作为苹果手机 去年的机皇 现在二手行情差不多花售价的一半 这台小花机 今天的拿好价是7300 对橙色要求不高的人来说 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 在我手上是一台国航双卡的12 256g 橙色的话大家可以看到是非常的亮 但是你能想到这是一台炸弹机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电池面容相机都是有问题的 虽然价格极具吸引力 今天拿好价是2400 相对于全好的机器 差不多是少个1000块钱 但是年华还是不推荐 大家用这种有问题的机器 在我手上是华为的顶级折叠屏 MATX2 256g 橙色的话是一个亮机的状态 搭载麒麟9000的处理器 内外是一个90赫兹的高刷 当年华售是快两个W 而且是一级篮球 现在在二手市场上也是非常的热销 这个是一个同城的大哥和我们置换了一台国航的14permax 我们是按9300以后的 这个圆盒包装也是在的 大家可以看到还是非常的大气的 在我手上同样是一台华为的旗舰机型 这个是MAT40 Pro 5G版的8加 256g 密银色 橙色的话是一个亮机的状态 电脑价是4700 而且是带圆核和充电器的 相对于前几天的价格也是掉了一两百块 最近很多小伙伴找年华购买外版的苹果14 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报价 有所的价格已经跌破了3k 无所的价格差不多是4k 大家都知道 今年的外版苹果14是没有卡槽的 如果想正常使用的话 还需要边框 切孔 还有动主板 改卡槽 加上改装的汇用 价格也不低 如果大家预算比较低的话 可以拿苹果13 如果预算充足的话 现在各大平台有补贴 可以直接充全新的 这种改装动主板的苹果14年华是极力不推荐的 大家还想了解其他机型的市场行情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或者私信联华